粉丝提问,如果吃鸡加入刺刀会怎样? 刺刀在很多设计游戏中的武器中都有,它们都是直接装在枪上的 今天我们来聊聊如果吃鸡加入刺刀会发生什么呢? 一,步枪又加强了 刺刀最大的作用就是剑弹的时候使用 因为它实际上就是绑在枪口上的一把匕首 加入的话伤害肯定不会低的 那什么武器能装刺刀呢? 无非就是我们在影视剧中经常看到的一些武器 像大部分的步枪肯定都是可以的 狙击枪像98k、墨西纳杆肯定也行 那为什么说步枪是加强呢? 因为你不可能拿着98k和墨西纳杆装刺刀去戳人吧 像步枪就可以完美衔接 先用步枪突突,没子弹了刚好用刺刀 所以只有对步枪来说是加强 二,又要添加新按键 刺刀要戳人,那肯定要添加新按键 就是切换武器攻击形态的按键 点一下可以随时切换射击和刺刀模式 当然了,可以在切换开火模式那里直接加 但那样就不能达到快速切换的效果 毕竟步枪一般都有单发和全自动模式 你要点两下才能切换,太不合理 三,时间长很少有人会剪刺刀 刺刀作为一个配件的话 刚开始可能剪的人很多 毕竟很新鲜,大家都想尝上先 但时间长了,绝对会有很多人看见也不剪的 毕竟能用到的机会真的是太少了 刺刀两把主武器和一把副武器 真的没理由去用刺刀 除非是拼的都没子弹了 然后敌人还没死 概率实在是太低了 小伙伴们,你们认为还会发生什么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